连续13年主持了春晚,又连续8年被评为央视年度央视10家主持人,相信这个记录也恐怕很难打破吧。 董卿留给大家的印象是知性、端庄、大气得体,之所以董卿能够获得这么多荣誉,完全离不开他的努力和对工作的态度。 董卿从小就喜欢文艺、演讲、唱歌跳舞和体育成绩都很突出,从1994年开始主持工作, 以其大方与亲和力的主持风格和沉着稳妥的台风,主持过多档综艺节目。 这其是2007年昏了中国警员,但特别节目中,零点倒计时时出现两分半钟的空档, 董卿被安排临场发挥,紧张时刻他沉着硬战,耳麦里突然出来导播的误判,不是两分半钟,只有一分半钟了。 董卿连忙调整语序,准备结束语,而此时耳麦里再度传来更正,不是一分半还是两分半。 董卿临危不乱,走到舞台两头,给观众深深居了两宫,用欢乐的笑,感动的泪, 波奔的苦等诸多拍笔剧,即兴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赏心悦的感谢。 这就是董卿创造的主持雪上的金色三分钟就场,当然这也是他多年功率的累积, 成了充满台上能给人安全感的人,这就是他的来头,正所谓疾风之劲草。 很多人平时看不出什么,却总是到关键时刻才能分出高低,做人往往就是这样。